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今天來分享我還不錯的一個陣容 我呢目前呢是 這個是用四毒龍神 加玉命 然後再加上真靈 真靈的話呢是因為有這個絲轉 絲斬 然後 鬼骨子 跟這個 禮絲 通通都可以用到 然後呢 呃 玉命的話是因為龐桶 傷害增加40%吧 再來就是四毒龍神 黃丞燕、劉備跟姜維 重點是什麼呢 是四毒龍神呢還有劉備呢 都可以觸發到這個絲斬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的孫全會先用一兵 那他就可以觸發黃丞燕了 然後這樣打一打 打一打之後 其實他有兩個問題 就是打一打然後他就觸發絲斬 施斬了 那剛把那個 孫全殺死 孫全殺死之後出來鬼骨子 鬼骨子這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這一隻 他很神奇 非常非常神奇喔 那怎麼神奇法 大家看一看喔 你看喔 像因為對面是用混元閃嘛 混元閃然後會增加那個 這個 他會增加潰散狀態 好 那像現在的時候呢 呃 溃散 劉備已經刪了 結果 你有看到嗎 在這邊 劉備已經刪了一個溃散了 鬼骨子直接把這些給淨化掉欸 真的太神奇了喔 一開始的時候呢 有沒有他寫說這個戰鬥說明喔 溃散呢 是無法被清除的 但是他很有可能是直接被重置掉吧 還是說鬼骨子 是鬼骨子的問題喔 呃 反正他就是 用獲得淨化效果 並進化所有負面狀態 我實在是有一點點 看不懂喔 反正鬼骨子呢 他的招數呢 是可以去把 潰散給弄掉 像你看現在 那個 混員閃又 那個 劉備又閃了 好 劉備這應該算是4吧 我實在有點看不懂喔 你看 劉備4 鬼骨子又直接把他進化掉 有看到嗎 又進化掉 這個應該是鬼骨子的那個狀態啦 欸 這個吧 他可以驅散 他可以有 重置幾方 特殊效果 所以他一重置了 就可以把那個東西弄掉 我覺得很棒吧 應該算是很神奇的一個技能吧 所以這個陣容的話一定要用喔 他等於是 就是 混員閃的克星吧 不然你看 混員閃用起來喔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有些時候 你只要隊伍夠硬喔 他用一用可能就把別人給 重置給那個 潰散給殺死喔 就這樣喔 像這一次如果 要不是 有鬼骨子 一直重置 像龐筒 劉備 還有剛剛施展的話 我應該 後排應該是已經 掛掉兩次了 所以鬼骨子一定要用喔 李絲也是 我現在的李絲都還沒有出來喔 就這樣 分享給大家